在三游 漏了漏了 漏了在半球 爆傳 那 這個爆傳球是被牆給擋住 不過在紀錄上呢 他要給失誤 如果是計失誤的話呢 會計在三雷手的處理球 失誤 看怎麼給 手套並沒有完全的把球給控制住 好 給了失誤了 第一時間他的手套縮起來的時候 我想說這個彈跳不是很好接 又是一個滾地球 布里漢真的很會制造滾地球 傳二壘封殺 帶一壘躲掉 這個長拋球啊 稍微有點弱了一些 所以 相對的讓 擊球跑壘員張靜德 有一些時間 多了一步 那這個多了一步 就有機會 要避掉一個雙殺打 球的滾動也比較拋了一點 那其實要下手拋向二壘 這個距離其實是還蠻遠的 所以 經過這顆球 也讓張靜德 再上到臉包了 打擊就是 欣元旭 宗憲 球飛起來就會騙安打 就是不要把球打在地上滾 球一打飛起來 就是一個 宗憲的不飛安打 雖然感覺好像打在棒頭上 打得不是很紮實 不過弱體就是奇佳 不管你打得怎麼樣 安打就是安打 是在棒頭上 對 這個布里漢跟補手的這個搭配 其實這個進來點 確實是很漂亮 不過打者這邊 控制球棒的這個技巧 還是比較好 這個失誤 不然這一局應該是已經結束了 所以對手既然給你一些機會 真的是安打 余生旭的安打 阿德衝反壘 球回傳到二壘來 在一壘出發的詩元旭也近戰三壘 余生旭抓第一球出手 安打帶打點 2比1 後方漢將再度領先 這個真的握住機會 而且布里漢 頭頂比較高 那女生去其實掌握住這個 擊球的時機 而且落點 也都是很不錯的一個落點 好 從這個角度來看 方定德是直接衝本壘 那欣元旭也衝到了三壘 笑到一角球員是不會有太多的感覺 哦 4-4 現在這個亂流出現了 這個四壞球保送時的王正堂 有一分打點在三壘上的 新元旭被擠了回來 而且他現在是連續的出現四死拳 而且連續 要在四壞球上 會不會有太多的 這就是 有多的